我們就來討論 我們等會再來討論 到底再繼續討論 有沒有過熱 這個時候能不能買房子 不過我們先來討論 剛剛楊凱說的 好 不管他是宣誓意也好 是因為政治因素也好 還是怕民怨再起 所以趕快交起民怨也好 有沒有效 來 有好不好 我覺得到明年應該講說 明年的市場還是剛性主流 所以剛性還是會成交 剛性的人不會因為 你經濟狀況有什麼好不好 我只怕我沒有工作 工作是穩定的話 那他還會繼續買房 那房價會不會下來 等於說投資客跟投資客會 因為這樣而說了 人家都要查嗎 這樣會不會熱 房價 對不起 未來的幾年都是一樣 六個字 上不去下不來 上不去下不來 對 因為下不來是因為任性 任性是因為我的持有成本低了 利息這麼低 你說我房價可以兼賣嗎 你給我沙地我會理你嗎 不會嘛 我還是賣到我當初 即便是剛出了高價套牢了 三年前從買的房價 到現在也沒有回來 他沒有積犬升天嘛 豪宅有漲嗎 你看他最近的豪宅成交 跟過去三年比 都是在虧錢成交的 他現在在漲那一千多萬的房子啊 是的 那是剛性的嘛 而且你知道三年前是房價下來的時候 三年前你知道那個量縮了嘛 量縮的時候 他只要房價一下來就有親民嘛 就只有親民 他就下去買 結果當初買的人 假設是在飯店業 在餐飲業 在店面的話 那死定了 為什麼 他就沒工作了嘛 但現在去買的 某個都科技業嘛 所以你看他會熱的地方是什麼 南科 竹科 中科嘛 這個燒嘛 燒是因為他的工作 他的科技廠 他是在發展的 所以他的固定的行動 穩定 他可以去支付嘛 所以他買一千多萬OK啦 所以你認為就算政府祭出九大措施 房價下跌有限 有限 仍然是 但是 跌不了 漲不上 因為這個東西已經告訴你 政府已經告訴你說 你再給我買多點房子的話 我已經從金融手段 我已經從查你的資金來源 你細小巧嘛 誰敢下去玩 那很簡單 你要賺到錢 我就查你賺到錢的時候 你測稅嘛 現在這個所謂的稅字不改 投資不入 這個這麼重的稅裡面 全世界裡面沒有國家說 你中環境還可以賺到錢 你第一年交易是45% 你賺了錢40% 第二年35% 你多少錢 多少錢 多少錢 就是 現在現在 你說這個教授講說 現在案子都成交九成是投資客 我都天啊 那投資客的話 他買下來他是要放手嘛 他所有投資都賣了要賺錢 不是持有錢嘛 那誰要接手 接手就不是貨客人嘛 貨客人說 你貨客人用那個 運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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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就不一樣 貨客人是要豪宅嘛 所以豪宅現在是 所以豪宅市場沒有動 沒有動啊 你都認不動嗎 就沒有過熱 我說價沒有大幅上漲 量沒有大幅增加 買氣是很好的 熱了嘛 買氣很好是來自己 金融條件配合嘛 資金太多嘛 你不要相信 你不要相信 那是你們朋友說的 不是我講的 你先不要相信 你不要相信 這幾用人 沒關係 他喔 他剛剛你在講話的時候 表情不是很好 看起來 那就 請用 請用 就是 不太認同啦 不是 這樣講好了 你說股票漲是不是每次股票都漲 不是嘛 台北市的豪宅 你現在賣的在五年前 有沒有超過那個價位 沒有 台北市的豪宅都在賠錢在賣 現在 對 但是 你說南科 南科人家租金報酬率5% 現在設廠 一設廠就需要四千個工人 台電就需要幾千個工程師 請問要不要住房需求 那這個而且還沒有購買力喔 那這個就是剛性需求了 不是投資了 不是投機了喔 你看講說 對啊 投資需求 所以你說 不是 他是自助需求 就不是投資客了 沒有沒有 他有可能投資 為什麼 我買來可能可以租給工程師嘛 對不對 海藝店的 那或者工程師他需要他有去買 所以那個局勢是形成的 所以投資客只要會漲 他就會進入 你說45% 35% 我跟你講 現在投資客怎麼想的 我買的時候我租兩年 過了兩年之後變20% 我賺兩百萬給政府20% 40萬可以 所以答案投資客真的進去的 我告訴你啦 我年輕就研究房地產 只要投資客一進去 房地產沒有跌的啦 一定小漲 中漲 下漲 那教授 剛剛你也談到 這九大措施都不好對不對 不是說不好 有一個就有效 就是說你現在針對的是 三間房以上打房 這就是輕打房 你如果第二間就說 第二間我就給你貸款 降到五成以下 這個叫重打房 第二間喔 那他目前 第三 三間以上 所以他目前是輕打房 所以他的 太怕了 民進黨的選票都是年輕人嘛 他被手購組絕對不會打的嘛 對一房兩房 一間兩間也不會打的 所以這叫輕打房 所以政府超前部署 投資客也在超前部署 好 來楊凱 我覺得還是回到剛剛這個話題的部分 就是說 的確就延續說 我覺得現在政府最大的憂慮 或是他覺得最大的壓力 事實上不是那些有錢人嘛 因為有錢買房子就買嘛 事實上就是因為現在整個氛圍裡面造成 他認為他非常重要票員去主 這年輕人特別是90後的世代裡面嘛 就他們會認為他們現在多數人的薪資 所以他現在是做給那些年輕人看的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是他們在政治上 是要去解決的 那解決 所以我意思說他們一定要去表示說 他們現在有認真在做這個事情嘛 那我覺得對他對先生而言 他們的才是真正的剛性 那你覺得他這幾招 剛剛你說打假的 這換句話你認為對房地產的價量市場 不會產生影響 我覺得會就是做有做還是比沒有做好 所以我說他做的確是有一定的效果 我剛剛只是回答說 第一個是有些事情他兩年前三年前就要做嘛 所以你用還是會有一點效果 對 只是說他的效果是不是他們預期的那麼好 我覺得這個事情我懷疑 好 那如果各位都認為 多少有一點效果 這個時候面對買房這件事 我們要稍微停看聽一下呢 還是不用怕不用怕 勇敢不要真怕 現在可不可以買房子 可以買 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時候疫情還沒有到很嚴重的時候 我二月份的時候 接受了那個美女記者的採訪 我說你要是夠膽量的話 這個時候去買 你會得到氛圍喪兵 那個氣都開喪兵給你吃 為什麼 然後你去跟他殺假說 那個代表公司跟他講說 老闆 這個是疫情都沒有人來了 他現在來已經冒著生命危險來了 你應該是打個足夥給他 可是現在 要開湖 你現在去 現在沒有啦 現在很多人耶 現在沒有 因為他 接待中心人很多耶 你以為是在過年 還在開嘉年華會 還是園遊會 真的啊 他買房地產 很多案子人真的滿多的 假設你去看一下 假設一個人說一下買五副十五的話 全部都要付現金了 我跟你講 你沒看那身體在排隊 下椅子回到排隊 你有沒有看到那個外面 切子用人 我昨天才從族回來 新竹啊 我就問了建商 我說對不起 我們是沒有什麼紅單了 而且我們嚴格要求 你今天給我們簽約 不管從一週開始 沒有什麼紅單 就是開始訂閱 簽約 你就要付錢 而且在兩年內 三年內 你不准換名字 那你去買五副三副 你是真的要住那麼多房子嗎 不可能嘛 你要想說 多少人要買多少 多少人都賺錢嘛 所以假設這樣鎖住的話 你沒有辦法去玩什麼紅單了 紅單只已經變成一個金融三名 在炒作而已 那民眾認為說 這個有炒作的話 我也不要付很多的錢 只是一個權利 我就可以賺十萬塊 賺十萬塊 合了不悔 有辦法去買大力光 沒辦法去玩這個東西嘛 那前幾單只要把它堵住就好了嘛 所以你認為只要管紅單就好了 其他不用管那麼多 對啦 只有查草 我說查那個草紅單的 不要去打房 三個都沒有失控你幹嘛要打 你告訴我 那你既然認為這個時候可以買房 他會走很近的 我買的我當然希望他去啦 今年還是很近的 他的反應假設會漲的話 應該是反應的是一個缺工缺料 缺工缺料是赤紫嗎 因為很多的科技展開設的話 那工人一個說兩千塊 我科技姐要設成一個 三千塊 請你 你三千我就四千 所以大部分是 那個是國家的政策嘛 所以會去還是不會去啦 我如果今年買房子 微幅上漲 微幅上漲 你不是都會 量不會失控 你不是都會用歌來形容嗎 有啦 這個歌先不要講啦 為什麼 一月份再說吧 今年的歌是什麼 今年叫春花望露 今年的歌叫春花望露 春花望露意思是說 我在選這首歌的時候 是在去年年底 春花望露在幹嘛唱 但是公開的時候是在今年演出 但春花望露在說什麼 說起一個女孩子在等一個情郎 春花望露怎麼唱 我先說什麼 你稍後要唱嗎 我不是說要唱 我先說什麼 春花望露 我們年紀太輕了 不知道春花望露是什麼歌 這個不是五月天唱的 這個是一個老歌 有感情的歌 這個代表這個歌詞代表 一個女孩在等一個情郎 我們最好是兩個禮拜來看我 然後兩個禮拜 她怎麼沒有來 打手機 腳踢會說你怎麼沒來 醫生說我有點感冒 要休息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到的話又打手機給她 你怎麼沒有來 醫生說我確診了 疼了 那這個女方代表賣方市長 郎方代表買方市長 結果發現她說台灣空的時候好 她三個禮拜後 會有了十四天關掉出來說 我馬上跟你成交 我馬上跟你交友 那叫帝顏的買盤衝出來 帝顏的買盤 真的很好 但是我說萬漏水 萬萬漏水 結果只是入水 大家拔跟我說 雨水來了 那個本地就是只有溫而已 從冷到溫 然後你把它炒到滾 滾到滾的話 政府它要修理 剛剛已經講過了 就是很簡單的 這次都是我年輕人 這是我的票 我怎麼讓你這東西 一定要到 到已經是很熱的時候 再來不及了 明硬就來了 所以我說假設這樣 能夠趁機的時候 把那個投機客跟投資客 叫它不要再投資了 鎖定的是一個剛性之用化 剛性之用不會 因為你的市場怎麼變化 它還是要買 沒關係 給水也不錯 不一定要給水 所以剩下的肉怎麼唱 你唱兩句我就要唱 沒有 這個要唱 你自己去找 找那個錄影帶 開始啦 燒味心 沒關係 那如果可以買 可以買哪裡 現在的年輕人 有難道可以買蛋黃嗎 所以你認為這時候 但還是蛋白區 比如說 有能力只能夠 現在是有能力 去買一個蛋白區的方式 所以蛋白區 比如說以前你說的什麼 零三蛋不能去買 現在可以去買嗎 也沒有 其實蛋白區會 這個地方只有三個地方 什麼地方 南科 中科 足科 南科 中科 足科 好 來 教授 現在可以買嗎 我跟你講 房價最低的時間已經過了 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 房價跌下來的時候 跌兩三成的時候 就是最佳的時機 現在已經過了 現在已經不是最好的時機了 不是最好的時機 你今天專門來跟他唱反 你現在問人家說 你台銀鏈可不可以買 三百塊回不去的吧 對不對 房價最低是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你沒有勇氣去買 現在已經漲了兩成上來了 你現在的決策是什麼 明年溫和上漲 那現在就要買 明年會跌 當然就不能買 明年還是溫和上漲 既然明年會溫和上漲 你為什麼不建議買呢 當然買啊 買啦 但是你已經會 但是已經回不去以前的價錢了 你已經會比一百零五年 一百零六年多付出一些成本了 因為已經上來 房價確實上來了 沒關係 沒關係 未來如果他漲也沒關係啊 不能一直錯過啊 是 但是看重點區域 我說全台灣只有台北市 還沒有回到過去最高點 所以你認為 可以買什麼地方 你桃園內力還沒有漲得多 你叫人去買內力啊 當然 內力火車可以到啊對不對 然後呢你的房價又便宜啊 十五六萬啊 你看看你朋友的表情怪怪的 我問你喔 你五百萬的租 你的表情怪怪的 不 我沒有內力房子 你放心 五百萬的房子 貸款七成三百五 利息一年五萬 一個月四千 租內力房子要一萬二 買還是租 買 當然 四千塊利息 整個局勢已經跟以前不一樣 秉立 嚴總剛才說過了 以前我們買的時候是十三 八十四八利息 那個一打下去就倒了 所以你看好內力 就是如果台北地區來看 你便宜嘛對不對 然後年輕人買得起嘛對不對 內力怎麼會是台北地區呢 不不 大台 大桃園地區 台北地區 你把桃園算到大台北地區 桃園已經通勤了喔 你內力可以到竹客通勤喔 內力可以到台北通勤喔 可以喔 所以你家親譜都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說你要 找到最便宜的房子喔 各位要了解喔 整個經濟情勢讓房價上漲不是壞事 但是政府如果要解決的問題 要學新加坡叫國宅 這兩件事情 哎呀 這個議題就太批划了 這是兩件事情好不好 好 緊接著台灣的房地產 要帶您來關心同樣 跟我們口袋的錢息息相關 到底是誰搬走我們的血汗錢呢 我們現在聽許明春部長怎麼談這一次的勞動基金內鬼案 而這位組長其實早就要被調職了 調職這件事情 我有向我們基金應用局的蔡局長 有來了解此事 他跟我講 三年前 他的確為了要同仁來增加職務的歷練 想要輪掉組長 後來他自己考量說 因為自己到任不久 那為了讓業務順利推動 所以後來他就暫緩 調整這個主管的職務 然後也撤回那個原來宋部的那個調整的公文 這不是很離譜嗎 許明春自己都說 他已經被列作高風險人物了 你明知他是高風險人物 你明明耳聞他很多的有的不的 但竟然還縱放 還讓他留在那個位子上 而且兩億以下 他一個人簽字就可以覺醒 你知道最誇張的是 他已經到的超手有問題了 也有人檢舉了 你也遞出來調職公文了 最後調職公文遞出來那個人 自己把他收回來 說什麼我希望 因為我剛上任 所以我不習慣 所以我希望他再留在這邊 這個不是說他有沒有經驗問題 是大家就懷疑他超手有問題的時候 你都不擔心 而且這不是懷疑 有很多檢舉信 據說前五年至少五封檢舉信裡頭 有三封指指他有問題 那你已經收到檢舉信了 然後他自己也承認 他說五封文他交友廣闊 經常參加參宴 在外面人際關係也很好 你明明知道 三封點名有哪文 另外一封沒有點名 但講的也是他 所以高達百分之八值的檢舉率 所以有這麼多檢舉信 你已經知道他有問題了 你還讓他管錢 我們這樣講 他管錢還有問題 他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自己簽合的部分 登記有案 第二個 你可不可以跟這些標案廠商聯絡 哪些投顧拿到這些標案 你是不是跟他講 我覺得某一張股票很好 我覺得這個不錯 那請問這些投顧 敢不敢不照你的暗示去記 我覺得我們的勞動部 不管是部長還是局長 都設施衛生 他們好像認為說 吃吃飯也沒什麼 拜託四點多兆 基金規模四點多兆 他一個人經手是兩兆多 兩億下可以覺醒 特別是後來還被抓到 抓到他去買新貴的股票 照理說是不能買新貴 被抓到之後 就有記過 後來有哪文還知道 他自己可能不要扛了 就準備要申請退休 本來要給他退休 要不是減掉介入 這人炸了金盆洗手 我覺得 安全下樁 勞動部就是不是自己的錢 你不怕 你想想看 為什麼我們的勞退 大家都說一定要破產 就是因為你當初 對勞退基金的那個獲利率 期待是4%以上 然後如果賺不到 糟糕 就要政府撥補 結果你現在養了一隻會咬布袋的老鼠 你還覺得會賺錢 怎麼可能 好我們來聽 到底勞動部收到多少檢舉信 游圓他在104到108年當間 有幾次的匿名檢舉 那現在你們回過頭去檢視這些匿名檢舉 跟現在所爆發出來事情 有沒有關聯 有部分有關聯 有部分有關聯 那時候你們怎麼去查的 那時候就有匿名檢舉 從105年開始 因為 對 因為有匿名 這當中有沒有什麼包庇 或是去調查不實 這個你們要先回去檢視 是 他是正風高風險的 名單裡面 我到任了 正風高風險的名單 對 所以之前就知道把它列為正風高風險名單之一 就是他們正風處有列 他是正風高風險名單 竟然放任這麼多年 讓他掌管這麼大的金額 所以我們來看 在今天勞動基金官員涉探的事件 如鬼雪球般越滾越大 因為勞工怒了 勞團抗議 你沒有好好管我的錢 現在還要我多繳勞保費 憑什麼 同時勞動部已經證實了勞金局長 自己撤掉有奶文的調職公文 為什麼要撤 他說了一個蠻荒謬的理由 我們等回來看 他的理由裡頭有多少疑點 特別是 有奶文呢 他遊走在一場場 券商投信高檔餐驗中 透過這些餐驗跟人家勾結 坑殺千萬勞工的血汗捷 不斷地進行魔鬼交易 竟然勞動部可能背後有總警員的護航 我覺得蔡豐欽直接自己講清楚 你一開始理由是希望他要歷練 如果他被檢舉操守有問題 歷練什麼 歷練更多的能力 可以不被抓到嗎 好了 結果自己抽回來之後說 因為剛上台 希望大家輔佐 好了 結果高嘉宇就問說 那最近為什麼不換 如果你覺得 我剛上台 你說我剛上台 不好意思換掉 換掉他 那你上台之後已經三年了 不是可以換了嗎 對 結果他說 因為最近基金經營很穩定 廢話 是他能力好嗎 不是 是現在整個股市 怎麼樣也賺錢 你派一隻豬去買他也賺錢 好 我們來聽高嘉宇怎麼說 這個是您個人的決定 還是這中間其實過程中 您有接到某些的壓力 要求您不能撤壞 你有組長 這個沒有壓力 是您個人的決定 對 那您個人的決定之後 為什麼這三年多 你也沒有再勤調動呢 因為我後來其實 其實基金這幾年來 其實經營的 我覺得還蠻算穩健的 這跟您原本要調動理由 又不一樣 因為您原本認為說 一個人不能長期 在同一個職務上 必須建立輪調 讓大家都能熟悉 但事後過了三年多之後 這個人已經在那裡 在位了八年了 你還是沒有去調動 所以這個理由 讓大家覺得非常的矛盾 確實非常矛盾 特別是呢 他說要讓所有的主管 透過輪調熟悉新的事物 結果還把他準備 本來準備把他調回就職 就職不是他本來就很熟悉了嗎 我們直接這樣講 他當初的理由是希望 大家跑來跑去嘛 然後各個職務都很熟悉 那結果他遞出來 要申請輪調 就是要調他 公文遞出來之後 後來自己撤回 那你知道 那我們想說 好你撤回一定有理由嘛 中間是不是間隔太久 或是發現 糟了少了他我不能做 結果林淑芬就問他說 那記不記得距離多久 就是前一份公文跟後一份公文 明明已經請你準備好 要告訴大家答案 猜猜看答案是什麼 完全不記得了 通通不記得了 有奶文 2017年的時候 你自己 基於某種因素的考量 你給他調職 然後公文批到勞動部去 然後後來你又自己撤回來 那我問你 幾月幾日送到勞動部 幾月幾日你撤回來 106年大概5月份的時候 5月的時候送出去 什麼時候撤回 這這麼久了 我可能不記得了 但是就是同一個月份 太久了 我現在也回想不起來 你現在在這裡 這個 隨便說說隨便回答 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也有公文 怎麼會不知道 就算真的不記得了 要去被質詢應該查一下吧 也知道今天要去被問什麼事吧 我們這樣講 林書芬是自己人的 這是故意裝傻 那你自己人要質詢你 難道不會先請你做準備嗎 先請你做準備 沒有先請他做準備 你今天要去國會 難道不知道要被問什麼事嗎 而且你就知道 是這個人拼了 你什麼時候递出來 什麼時候生懷 我們這樣講 連功課都不做 是真的不記得了 還是害怕想起來 裝傻嘛 因為講得越清楚 漏洞越多 我們直接講 這個背後可能 蔡豐欽還太小咖 不是他真正的靠山 蔡豐欽不是總竟人嗎 不是 因為 背後目前的謠傳是說什麼 是有派系 要衝擊 衝擊 沒有辦法拿政治現金對不對 那怎麼辦 衝擊啦 衝擊啦 好啦 衝擊啦 你說他不能拿政治現金 怎麼辦 炒股嘛 那炒股之後 如果這個願意配合人 下來了 我派系以後要怎麼發展 馬上就叫我派系的立委去關說 那請問這幕後到底是什麼派系 只是蔡豐欽這麼一個小咖嗎 不是 一定有更大更多的人 而且說真的 通常這種調職的公文出去了之後 不太可能撤回耶 這不符合公文程序耶 你等於是要自己打自己的臉啊 公務人員不太可能會這樣 他們頂多就不批示 怎麼可能會把它撤回 現任上面證嗎 這當作沒發生過 我跟講 撤回還有一個更大的挑戰 你沉到部長那邊 部長一定會問你啊 不是遞了嗎 不是要換嗎 為什麼撤 你都放到我桌上 我跟你講有很多人出來 去偷偷的拔回來喔 不然你要把那公文撤回 你還要去站到部長桌子前面被拉震耶 那怎麼可能就這樣撤回啊 好不只很詭異 而且這個人呢 其實是風聲在外 圈內大家都知道 據說他經常參加高檔參演啊 對就是以今年七月來說 那個保家的投資主管 叫這個邱玉元 他就是跟尤乃文 就有一個高檔的參演 那裡面查點是什麼 這次是被約談啊 對那這裡面談的是什麼呢 這個媒體有爆料啦 說當時談的時候呢 是保家來拜託這個勞動基金 是不是你可以幫我拉抬幾檔 跟綠電有關的這個股票 那大家去查 剛好保家呢 就在這段時間呢 剛好在拋售 有關於這個 永貫KY 對 永貫 永貫是做什麼的 我們去查 永貫是做這個 風力發電的住建公司 那妙的是說呢 有保家在6月19號 剛好這個 永貫股東會完之後呢 他取得了一席董事 他取得一席董事之後 他7月份開始大賣 這個永貫的股票喔 等於說這個保家 從永貫的持股 從18.14%呢 大量下跌到11.63% 也等於就是說 在一個半月的時間 他賣出了 6.1%的股權喔 賣了這麼多 好但是如果照小玉的說法 他是在大概 7月份的時候賣的 對 我們來看這個畫面 7月份這段時間 其實永貫KY並沒有因為 因為保家賣股而下跌 這不是很怪嗎 對 你講到了 就是說保壓空 這個大舉的賣壓 結果竟然這個 永貫股票沒有掉 那就表示有人去買啊 對 外界都懷疑說 到底是哪一股力量 誰去接手 再去承接 那我們就查了三個疑點 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去查前十大的買超券商 有六家是透過總公司的 據點來下單 那其實這個外界就會覺得說 這跟當初這個四大基金 每次都這個委外來下單 代超的這個做法是一樣 因為四大基金 大部分都是在券商 總公司下單 對 所以大家會覺得 這個習性是不謀而合 就會懷疑到這個 勞動基金的頭上 那第二個呢 更妙的是說 你保家在7月份 大舉出托股票之後 他竟然在今年9月份 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他又開始反賣為買 就把永貫的股票再買回來 而且他買的 這很不尋常 而且因為最主要是時間點的巧合 9月已經傳出要查勞動基金了 對 而且他買回來的股價 比他賣出的股價還高 我們給觀眾朋友再看一下K線 在9月份就是 保家竟然賣掉 如果他跟勞動基金講好 就是我要出托 你幫我接手 為什麼又要在 隔了一兩個月之後 又再去買回來呢 偏偏又是勞動基金 遭到檢調開始查的時候 對 所以外界就有兩個 要不然你保家 就是你是不是認錯買回 第二個就是我們 這是懷疑的 你是不是裡面 另有一個不可告人的原因 那第三個就是說 你保家9月份 我們剛剛講到 他買回來股票的時候 怎麼這麼巧 油奶文從9月18號 就掉組了 他掉到了風險控管組 那這個時間點 因為根據我們的規定 因為油奶文是長官 你只要掉組的話 就要接受正風單位的調查 結果油奶文在這個時間點 就請長假 還提出退休 是不是這兩點會有相關 因為他準備要安全下裝啊 是 問題是 沒辦法安全下裝啊 所以油奶文呢 據說在參演的現場 直接 這是金周刊說的 直接開口跟人家說 哎呀 你叫我做這種事 那你要招待我去特種場所 去看一看啊 對 這還蠻妙的 這還蠻妙的 竟然敢開這張口 說不定完 說不定完 他們回來看 就去看一看 就看一看 我看一看 絲雞 我看你 好 你 有一個 我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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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 你 你 感谢观看